警方喝槍實彈破門而入 來到嫌犯架設的詐欺機房進行搜索 刑事局再度破獲虛擬貨幣假投資案 嫌犯利用社群軟體招攬不特定對象 又使被害人投資虛擬貨幣 被害人在詐騙網頁上以為獲利 等到要提領現金時才發現是一場騙局 短短三個月就超過150人受騙 不乏所得高達1000萬元以上 是投資虛擬貨幣的一個詐騙案件 嫌犯會在臉書成立本事專業 或利用帶等交友媒體來接觸被害人 那會鼓勵被害人加入他們的投資網頁 那極短成員還會假冒分析師來教導民眾來做操盤 民眾從這個網頁上看到的投資都是獲利的 那在要領取現金的時候 台湖就會以各種的理由來推迫 那最後還會封鎖被害人的一個帳號 那出伏被害人有150人左右 那不法獲利上千萬元 那在此也呼籲民眾 欲有高獲利的投資續集 務必要保持冷靜 那可拨打165反詐騙專線 或者110請求警方來協助查證 警方當場查獲理性嫌犯等6人 並查扣電腦主機電腦螢幕以及手機等證物 全案依刑法詐欺等罪嫌宋辦 並呼籲民眾遇到宣稱高報酬投資的廣告 千萬要提高警覺以免受騙 記者臨期會台北報導